这道菜没有对象的千万不要做 很久之前一个粉丝给我留言他想看瀑布土豆 我拖了好久都没做的原因是真的太费手臂了 做完连我的麒麟臂都开始发抖了 一定要来你们热爱健身的男朋友给你们做哦 打好的土豆泥过筛 你们别看着一波好像很轻松很治愈的样子 其实非常的费男朋友 四颗土豆我用了250毫升的牛奶 搅拌汁涩滑加入黑胡椒盐 还有大块黄油继续搅拌 等到完全融合了加入三片芝士继续搅拌 接着就是拉丝的关键 加入多多的芝士碎 给你们看看这拉丝可以拉2米的土豆泥 它可以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浓郁的奶香和土豆香混合在一起 口感极为的细腻 不管是直接吃 还是包个香肠 排骨 鸡翅 味道都非常好 快 走给尼爱的人吃吧 煎蛋